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23年盘点的年度名场面 一 情商美商双赢的初代仙侠组 初代仙侠组上大分了 安排刘亦菲 胡歌 刘诗诗 杨幂坐在一起 微博之夜策划人是懂大众的 先起仙侠虐恋恋的先进一过去18年了 豆瓣评分至今9.1 仙侠三也不出14年了 豆瓣评分8.9 两幕区的观看人数都是有增无减 足见大众对剧的认可 当晚刘亦菲 胡歌拿下了 2023微博King和King的荣誉 发表获奖感言使于胡歌感谢刘亦菲的一番话 更是拉高了大众的高涨情绪 当年我们一群年轻人曾许下一个十年之约 赵灵儿当年的愿望 是希望全天下所有的人都可以幸福快乐 或许是因这个愿望让逍遥成为了此时此刻最幸福的人 我也希望这份好运能带给大家 胡歌用幸福一词贯穿整个发言 感谢默默守护我们的背后英雄 感谢为他生女的太太 感谢给他带来好运的同事 言辞诚恳可以说是当晚最用心的获奖感言 对比胡歌 刘亦菲现实感慨和胡歌聊天觉得时间飞快 再来期待下一部作品的发言被指责敷衍 但我不这样认为 胡歌已婚身为18年前的同事 能站在一起已经是最大的叶青辉 倘若她的发言也对当年的作品滔滔不绝 或许又将被指责没心作品肯老本 更严重点或许还是会被批不懂和已婚前同事避嫌 所以刘亦菲的发言并无太大之意的调错的地方 额外插一句 刘亦菲胡歌状态真的好觉 言之之外整个人的气质都自带气场和魅力 刘亦菲胡歌之外 网友对杨幂杨颖聊天的表情包的解读 也够唐言啼笑皆非的 杨颖无嘴跟杨幂说悄悄话 杨幂听完眼看放大 眼底尽是震惊不解 杨幂听到了什么 登顶微博不久 传出唐言因中途参加直播 被微博之夜拒之门外 没进到那场 于是网友调侃是解读杨幂的对话 杨颖 听说唐言被拦在外面进不来了 杨幂 Oh my God 真的假的 震惊归震惊 网友也不是很理解 唐言团队的操作 到底是多牛的直播 让他错过85花合体 以及仙剑回忆刷的超高热度和话题 对此有菲斯回应是 早与品牌方敲定时间 原定计划是先红毯再直播 最后进那场 但红毯临时取消 唐言按计划直播 按时结束 按时回到微博之夜那场 但是人太多了 到现场进行了交管管制 只不出不进 作为艺人 唐言也得遵守交通规则 所以唐言并非被主办方拒之门外 归根结底 是唐言工作团队 没有做好预备方案 因此网友替唐言尴尬和可惜 并建议他换团队 否则早把自己的路人员刷没了 但最让大众遗憾的 还是先想见 到底没能来个大合影 二 周深科唐 余生夫妇CP 肖战 杨子同框互动 出乎我意料了 怎么这么甜 微博页结束 艺人上台合影留念 肖战 杨子在登舞台的台阶前相遇 肖战抬眼 杨子扭头 二人目光交汇 杨子手拎长裙 冲肖战扬了扬下巴 肖战一脸笑意伸手 示意杨子先走 杨子也回了个你先走的手势 二人眉眼欢笑 你推我让的让对方先走 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时 二人再次上演 你走你走 最后的工作人员的引导下 走向舞台中央 彼时已经在舞台上的周深 咧着嘴甜甜的望着杨子肖战 这里周深的表情 可以说是在演余生夫妇CP了 眼底尽是演不住的欢欣雀跃 合照结束后 肖战扭头对杨子低语 走吧 杨子扭头也回了一句 走吧 随后二人并肩前行 说说笑笑走向舞台 甜是真的甜 但能够看出二人是关系不错的朋友 动作大大方方 说话不卑不亢 不避嫌 也没有过度的肢体动作 给人一种很舒服的感觉 3.CP 红利的镜头是双强 观众心中的荧幕CP 合则霸屏热搜 热度和话题度暴涨 分则各自发光 拥有属于自己的代表作和地位 无论是早期音乐圈的张国荣梅艳芳 还是初代兴侠的刘亦菲 胡歌杨幂 亦或是现代言情CP的杨子肖战 都给后来的人 指明了身为艺人 甘有的品质是什么 过硬的业务能力 拿得出手的代表作 由内而外散发的人格魅力 未来期待更多的荧幕CP 在事业最顶峰 不期而遇 3月25号 微博之夜颁奖礼 真是轰动了整个娱乐圈 众心云集 无论是当红花旦和小生 还是各位有代表作的老演员 纷纷齐聚一堂 共享盛世 各大女星也是争其斗艳 百花齐放 男明星们也都帅得各有千秋 各大粉丝争相发博夸奖 但是在娱乐圈盛典的背后 罗博居然在中央召开的 五一座谈会里 发现了周深的身影 周深是从中国好声音出道的歌手 一路走来 平淡又壮阔 一首大鱼火遍全网 唱歌实力大家有目共睹 也登上了2022年春晚的舞台 昔日贵州爱唱歌的小男孩 周星星终于变成了大明星周深 只是罗博没有想到 周深居然已经受到了广电总局这么大的认可 跟各级的人大代表 共同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五一座谈会 并且登上了新闻联播 不过也很容易理解 周深这些年唱的红歌 让很多红歌也都提高了传唱度 也算是做出贡献 罗博有话说 别人还在走红毯 周深只一节上新闻联播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的精彩资讯 尽在时代电影大世界 敬请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